三星積極衝刺AI晶片發展 甚至不惜更換半導體部門負責人 除了力拚在AI記憶體晶片 翻弓對手SK海力士 更希望從台積電手中搶奪 揮答大膽 黃仁勳馬不停蹄 在Computex前先替客戴爾科技大會站臺 喊話要將AI技術帶給更廣泛的客戶群體 不過同場外媒犀利提問 臺灣520新政府上任的影響 黃仁勳這樣說 想要臺灣是全球科技供應鏈的核心 科技也還是會依賴臺灣 不過在疫情晶片荒後 全球都訴求半導體在地化 護國神山台積電也陸續在美國 日本 德國設廠 市場優心會降低臺灣優勢 我們台積電往外擴充 不管是在美國 在日本 將來在歐洲 有一些其他的這個廠 如果台積電會把先進的製程也承諾要在那邊 第一 它一定是會在臺灣之後 第二 它會不會因為在國外設廠 資料就會被竊取 被偷走 技術外流 我相信台積電現在有能力 他們也承諾 這個是不會發生的 信任國科會主委吳成文 本身就是半導體專家 以南京廠為例 相信臺積電不會有技術外流的問題 看好臺灣能夠持續臨先使節 蔡英俊和張提香 放下台北島